桃園父亲需每年5到7月 是水蜜桃采收期 不过部落交通不便 赶着采收 果农表示靠天吃饭 就算请亲友来帮忙 受盛时人忙不过来 農兜部今年初 事办国民从事农业工作 就业奖励事办计划 协助事业代转行的劳工 前往农员帮忙 解决农业缺工问题 果农乐观其成 是希望啊 但是怕他们不懂啊 如果他们不懂的话 弄得不好 我们也对客户也不好交代 老人家就一定应付不来这个水果 所以都有时候就 就给它烂在树上 来不及采收 平常我们到家里 就只能直接债 现在是因为人手不够 所以我们自己又采 然后到加工的时候到凌晨 有时候到三点半 果农担忧没有经验的农务工 会影响果实收成 劳动部就辅助科长表示 将会针对农务工进行教育训练 而农务工奖励失办计划 目前仍是失办计划 主要是以县市提案为主 可以让就是有需要农务小农的部分 也可以让他有工可以去做这一个 去帮他做他的农务工 县市政府这边要来做一个提案的动作 送到我们德分署这边去做审核之后 核定了他就可以去做那个 实际的那个计划指定 主任青年外流 山区栽种的果农大多以老人家为主 今年来需求量大 常常需要请假返乡农忙 目前已经由宜兰苗栗台中彰化 南投高雄六个县市提出申请 产效如何还有待观察 记者向那岛秀桃园复兴采访报道